本期保安叔叔 这时孩子妈妈不依不饶 联合同行的人对女子又打又马 嘴里脏话连篇 她的屁股 走到我扯啊 你可知道 在视频中可以看到 惹祸的八岁男孩 全程目睹妈妈是如何提得撑腰的 随后 警方发出通报 称双方已和解 大人方赔偿一千元 看过视频的网友 都指责这位妈妈的做法太不讲理 小孩子或许是无意碰到的 但是 她的做法 其实是在告诉孩子 就算你是故意摸的 也有妈妈给你撑腰 不问青红皂摆 一味的护犊子 这样的教育 真的是为孩子好吗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网友 对小男孩到底是不是故意摸的 存在疑问 毕竟 现在的孩子 心理发育普遍比较早 可能是出于好奇 故意身生 在广东深圳 也出现了类似事件 一个五岁小女孩 回家后抗拒洗澡 并告诉家长 自己在托管班 被同班男生洗凶了 家长调取监控后 发现确实如此 托管班负责人表示 这只是孩子之间玩闹 小男孩有没有恶意不好说 女孩被摸后不愿洗澡 就是已经出现了心理问题 恐怕伤害也已经造成 叔叔觉得 现在孩子成熟得早 性教育也得跟上 家长应该明白 出了类似的事 并不是护着孩子 就可以当作没发生过 长久的教育 才是正当 看完本视频 欢迎关注留言 粉丝留言 我会在评论区回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